人总是为梦想 背弃了心脏 去远方一路上 让流浪的心有处万房 心若像洋河聚那风霜 岁月无暇 雨后的天空总会变轻浪 眼前阴霾又又何妨 心若像洋 无畏忧伤 人前路漫长 有你在我 心上始终力量 如晴光飞翔 说话得算说 晴蕾 你坐这儿 你们俩搞什么名的 要不这样 您呢 给我找一间单身宿舍 他来 我搬走 我们都搬走 这个家留给你好了 搬出去吧 气饱了 小彭博 小彭博 昨天晚上呢 我越想越会对劲 昨晚你是不是和爸演戏呢 演什么戏啊 我学得这么烦 不难要学人演戏啊 你就承认吧 收了我爸钱了吧 你觉得我是那种 拿钱可以收买的人吗 难道不是吗 我妈先还回来 要钱没有 她们一条 臭小子 等你回来 看我怎么收拾你 那你听说的吗 我毕云 是被她仗质打得出来的 不会吧 刘老师看起来 不像那种人 能跟我计算一个措手 不是被赶出来是什么呀 她是因为什么被赶出来的 是因为跟侯团长的关系呗 应该不止这么简单吧 那还有什么 算了 咱别在这儿 遗论人家私事了 这业务水平的高低 也不是干私生活干不干净的 你们就别卖关子了 赶紧说嘛 有请下一位演员 柳碧云 这才是 人生难遇 与利盒共享团圆在今上 不是呀 换成锁灵囊 这不是明着跟侯梅叫板吗 太有兴起了 不过 她演得是真好 侯梅这下可小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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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kadaş 有请下一位演员 秦鸿梅 各位领导好 我要表演的是锁琳囊 他流水 年华词曲 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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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爹 您怎么走得这么着急啊 我刚才的表现怎么样 你表演得不错 不过稍微再松弛一点就好了 那就是不好了 我可没这么说 那柳碧云呢 刚才刚才的表演你也看到了 我相信领导们的心里应该是有数的 那何团长当然心里有数了 他们的关系可不止一般时刻没那么简单 会有这种事情 当然了 是柳碧云亲口跟我说的 先生 我听说他这个人 和生活还挺混乱的 您知道吗 前两天他前夫 还在大庭广众之下来找我闹事 这些事您得替我做出来 小祸 没有真凭实据 我们也不能随便动用行政手段 但人言可畏 这个传闻要是人尽皆知的话 他即便通过了考核得了第一 省市两级的主管单位 也会有所激淡 这个女主角肯定会落到你的手里的 好 我知道了 谢谢干爹 你好 请问江局长在吗 麻烦你 请让他接电话 请问您是哪儿 我是内蒙带来的 你是江雪 是啊 你是 我是江局长的司机 局长现在正在开会呢 那我等一会儿再打来吧 那好 请稍等 怎么了 江雪同志 我 对不起啊 对不起我 是这样 你寄给局长的信 被我 被我不小心调到水里能湿了 没事 信在你那儿吗 信现在在车里 那你把信直接给我父亲就行了 信已经被水泡坏了 江雪同志 要不 麻烦你她写一封一模一样地寄过来 你看可以吗 江雪同志 我现在是在很认真很严肃地跟你说这件事情 所以我也希望你的态度能够严肃一点 是你求我 还是我求你啊 不好意思啊 我刚刚的语气是有些重的 可是江雪同志 这件事对我真的很重要 还请你务必帮我这个忙 帮忙可以 可我写不出来一封一模一样的 说得也是啊 可是 那我怎么跟局长说信的事 你就当没见过这信的 这 这合适吗 没事 我的照片呢 你的照片也在我这儿 那这样吧 等我回去的时候 你到火车站开车接我 就当补偿了 那没问题啊 那就这么说定了 到时候记得把照片带上 好 再见 司机同志 江雪同志再见 对 来了 公主 我什么呀 团里的团开了 有病人昨天晚上是在临近山家馆里面 是不假的 行了 咱们也别在背后议论人家了 这样也不太好 给老同事有点颜面啊 秋梅 有事啊 我有没有事你还不知道吗 你个长舌妇 成天道晚胡说八道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这团里这些破事碰你边的 你不要在这儿给我血口喷人啊 你跟别人不清不楚被拆穿了 觉得不好意思了是吧 你说谁不清不楚 我看你才是不清不楚 我就说你不清不楚呢 你跟柳碧云 你们两个 真是我亲眼所见 怎么 不敢承认啊 你再胡说八道 信不信我抽你 什么货司 你还想抽我 你来 你来啊 你带我试试看 打你 怎么了 打 打 我 别拦我 我打死你啊 你信不信 我如伟超过我 我打死你啊 我如伟超过我 你都给我住手 秦鲁梅 坐下吃你的饭 坐下 什么东西 走啊 我等着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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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着 走啊 走啊 你们听说姜梅继母的事了吧 传得可热闹了 有些话传的我都不好意思说 来来来 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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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小acula孟姐 来了 怎么了这是 这个ноз即义怪怪的 妹姐 这事你还不知道吧 没事 就你后妈的事 你后妈 柳 柳碧云 柳碧云的事 什么事 坐坐坐 我跟你说 那个 都在传啊 传那柳碧云跟他们团 团长 男演员 还有前夫 都有呀 传的可难听 什么 什么 我说呢 一个个的都盯着我看 看我笑话呢 谁敢看你笑话 看你笑话我收拾他一下 收拾他没有什么用啊 你们传到我这儿 估计也传到我爸呢 这就是陈柳碧云 看我丢有人现眼也在笑 你给我爸扣绿帽子 明天 明天你干吗呀 明天 不上班 跑我这儿来干什么 您听说了吗 有什么话回家说去 爸 那个柳碧云 我都说不出口 你听说了 我也听说了 别理他 爸 这事您怎么能说得这么轻松啊 我 我听得都嗓的话 这显然是有人故意传药 好 而且呢 传到了我们林业局还有女单位 估计江林现在也听到了 真是何可心死了 您赶紧的 跟他离婚吧 静美 夫妻间最重要的是信任 碧云 是个体面干净的人 她不会做这种事的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她要是干干净净清清白白 你能有这样的传闻吗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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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回去上班吧 我要工作 爸 爸 花儿银的卫生残心中 红与人为什么 卷儿就是卷儿 走走 你在这儿干吗呢 等你啊 等我干吗 跟你说那个今天中午 谢谢你为我出头 李星山 我是不会离婚的 我就算离了婚 我也绝对不可能跟你复婚 柳碧云 过去是我混蛋 我对不起你 只要你答应复婚 我保证 从今往后 戒烟戒酒 家务活全包 什么都听你的 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吗 我是不会离婚的 我很爱我丈夫 可是他爱你吗 他就是为了给那几个孩子找一妈 我跟姜天怀我们两个人 谁也离不开谁 我愿意给他的几个孩子当妈 你愿意给他的孩子当妈 那李冰呢 李冰你就不管了 你怎么知道我不管我儿子 下次喝多了你再打我儿子 你看我管不管 你不跟我复婚 你凭什么身份你管啊 我是他妈 那就复婚 复婚 你别在这儿大喊大叫的 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 丙人 你喝多了 你赶紧回家 你不嫌丢人我还要什么事吗 你不嫌丢人你不嫌弃吗 我还要干嘛 你不嫌弃吗 你不嫌弃吗 我还要干嘛 姐 瓶子跟你没仇 我跟你也没仇 你快去做饭好不好 我快饿死了 你们都跟我有仇 饿着吧 爸说了 你不让妈回来 你就得管饭 没饭 饿死了正好给农场当肥料 你也算是给国家做共享 姜梅 叫什么 姐 你弟弟快饿死了 你快去帮我做饭 快饿死了 我不饿死了 这么大个人了 自己不会学了做 爸说了 不让我碰柴火 万一把家给点着了怎么办 你要真不做 我就去帮小彤家 让他给我做 站住 想不想我请你下馆子 当然 吃人嘴软 你肯定没爱好心 我要跟着你去吃了 你肯定拉着我对付妈妈 我还是去找小彤吧 回来 我告诉你啊 柳碧云现在 已经快让咱爸身败名列了 你 作为姜家二少也该不该站出来 姜梅同志 这是爸的事 他们大人的事情 咱们就不要瞎操心了好不好 你这是干涉他国内政 听我的 爸不在意 你也不要在意啊 好不好 滚 我去 再见 小彤 停 保持两米距离 你算喊着说话吗 那 一米五 行了 别再听了 说吧 什么事 离婚 请你自觉点 马上跟我爸主动离婚 柳碧云 柳碧云 别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呢 我告诉你 我没当着你同时面说这件事 已经是在跟你留面子了 我为什么要跟你爸离婚 就你七搞八搞这些破事 弄得全成人都在说我们家 害我爸丢脸 你说为什么呀 他们说的那些风言风语 我只当他们在放屁 你把一个屁当中 来跟我谈人生大事 你是不是很幼稚啊 我跟你好好说话呢 你怎么带脏字呢 反正 就是因为你 弄得我们全家 尤其是我爸 给他造成了无可挽回的伤害 当然 我不要求你赔偿 只要你痛痛快快离婚就行 那好吧 我回去跟你爸说 我就说姜梅要求我们俩离婚 等着我回话吧 等一下 你跟我爸说是我说的呀 不是你是谁呀 你还跑到我们单位来闹 我肯定要跟你爸说的呀 我告诉你啊 你不能搞家庭内部矛盾 你知道就好 离婚结婚是夫妻两个人的事情 就算他是你爸 你也代表不了他 我现在还是这个家里的成员 虽然我们是一个特殊的家庭 但是还要以何为贵 我 厚脸皮 厚脸皮 小小男儿活足 舞蹈脚 他几狂啊 生穷衣 好 刘老师 您觉得我这段唱得怎么样啊 可以再放松一些 比如说呢 之前那一段 可以再收敛一点 刘老师啊 那我呢 戏可以再出来一点 就是不要太轻贱 我看你这是故意挑刺 纯兴让我们难堪是吧 是你们要请教我的 听不听随你 艺术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很多时候是掺杂了个人情感 艺术的确没有对与错 那凭什么认为 你的表演方式就是对的 我坚持认为我的表演方式 是更适合戏曲表演的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再讨论表演了 我去看你 你看着我干吗 《流言》就是出自于你秦红梅 可我并不在乎这些 我也懒得跟你计较 因为虚假的流言 成不了真实的利剑 可是你伤害了我的家人 这是不能原谅的 奉劝你就此罢手 否则我会让你难堪 你冤枉我 我没有冤枉她 请你们记住我刚才说的话 洪梅 你看她那样子 就是 烦人 别生气 来 喂 你好 我是陈阳东 你好 陈阳东同志 我是江局长的女儿 我们见过面的 我叫江梅 江梅同志 你好 我听白主任说 你有重要的事找我 对对对 很重要的事情 是这样 你现在呢 是我爸的司机 那关于你的情况 我是不是也得多了解了解 好的好的 你有什么想要了解的 我都可以告诉你 好 那我们就见面聊聊 这样一个小时后呢 我在你们林业局旁边的公园等着 不过江梅同志 有什么咱们能在电话里说吗 以为是这样 下午啊 我还得送局长 去市政府里边开会 刚才我爸打电话说 他那个会不开了 行 反正就这样吧 那个一会儿呢 我就在公园等你 别迟到 好 再见 是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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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姜爸 我穿裙子了 你这是要去约会吧 看 看这个裙子配上这个身段 敢问谁比得上咱们姜大小姐 闭嘴 这个脸蛋 精致的脸蛋 敢问哪家公子哥看了不会心动呢 我都快要心动了 还有这个发型 发型没怎么变但是好看 你吹嘴 吹嘴 来了 你又不是女的 你怎么不敲门啊 敲了呀 那我也没让你进呢 你啰不啰嗦 我进都进来了 看也看到了 你说怎么办吧 你不请我坐呀 来 坐吧 又不请呀 没有啊 我告诉你啊 今天不康幸的人应该是我 我等了你自助一个小时呢 你怎么不去啊 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呢 局长也没去开会啊 我 我爸是说他不开会啊 怎么 有开了 可不是吗 差点误了大事 那 那一定是临时决定的 你洗衣服呢 我帮你洗 不用 我自己来 没事 你再吸灯点水来 真不用 没事 你给你打 好吧 来 你先拿这个擦的吧 你干什么呀 对不起啊 我实在不习惯别人 给我洗衣服 尤其是你 那你结婚了怎么办啊 你也不让媳妇洗啊 我今天穿裙子好看吗 等会儿 恋爱谈得怎么样 签上手标 小六毛 给六毛 既然你太讲究了 不用六毛 五毛就行 恋爱正好 你感觉空气 都是甜的 爸 姜大小姐回来了 爸 回来了 好 我这么穿 是不是很像我妈 你去哪儿了 我 去找陈向东了 陈向东 对啊 爸 让他当你女婿怎么样 你 还 怎么都女婿了 迟早的事 你是到了谈恋爱的年纪啊 但是女孩子那要矜持一点 不然会被人家看清呢 我喜欢她是真心实意的 她凭什么看清我啊 喜欢就是喜欢 就应该态度明确 主动出击 你 这才是我妈 小姨回来了啊 小姨 夏 姜梅回来了 爸 这个女人怎么在这儿 她是你继母 什么继母啊 什么继母啊 我认了吗 你说我认了吗 这也是我的家 我当然要回来了 这个家不欢迎你 你给我出去 这是我妈留下来的 你别碰 出去 出去出去 姜梅你 爸 爸 爸没事吧 爸 你怎么在这儿要胡闹 死了死了 你说什么呢 你别碰她不要碰她 江林 你到街口去来一辆板车 好 让你爸躺平 叫妈去拿被子和枕头 我去拿钱 快 把被子 快快快 快 怎么样了啊 张叔来了 张叔来了 快没事吧 扶起来 慢点 扶起来 慢点啊 看这桌子起来 慢点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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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杯 照顾好你自己 照顾好你自己 你说什么呢 快点去医院吧 爸 你 干嘛 没心没肺 你有心有肺 爸爸气象就驶着动 好 医生啊 救过来了 但是以后我一定要注意 所以千万不能再让她生气 着急 会要她命的 知道吗 来 去病吧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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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爸 好 爸 病人啊 需要住院观察 我在支班室 有什么事先去叫我 好啊 谢谢您 两者 对了 您病人拿来些替换的衣服 继续用别 好 好 我去哪 爸 我走 天怀儿 大风大冷咱都蹚过来了 咱们一家也总算很晚了 你说孩子们要都懂什么 就不叫孩子了 我在外面住几天 那我还是没媳妇 你要是有个三肠两个 那我真的是无家可归的 姜云 你看见你爸 我就叫你不准 刘医生 刘医生 医生 真是太麻烦了 您客气了 能为领导解忧啊 是我们林业治疗医院 全体医务人员的职责 我也是没办法 家就有个难念的家 是是是 爸 爸 你演得太好了 我都差点真的信了 我是不是演得也很好啊 那也不错 值不值五毛钱的奖励值 明白了 记账 记忆多少了 九块 准备整个十块吧 九九块 我走了 吓死你了 我 不错了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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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怎么了 姐 我怎么感觉 我感觉 昨天晚上是一场戏呢 老爸的便是真的吗 怎么会不是真的呢 都抢救上了 能是假的吗 越琢磨越不对劲 我感觉老爸就是为了 要让这个宾云回来 给我演戏呢 你看啊 这个医院呢 是他们的职工医院 那医生 护士肯定都有听爸的呀 医生 多么神圣的职业 怎么可能会说假话呢 你别想啊 姐 你昨天还那么难过 今天就开始怀疑了 真的是 变脸太快了 回来 话还没说完呢 姜梅同志 老爸对你已经够腻癌的了 娶个媳妇进门 还得征求你的意见 这要是旧社会 早把你腿给打折了 有空啊 多看看书吧 臭小子 胆肥了是不是 敢教训你请我来了 不通你这碗给我 小心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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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呢 本书要加大扫除 我看是他嫌咱们家脏乱岔了吧 房子翻新一下 住着舒服 爸 您这刚出院不能干这种活 还有折腾啊 让他自己干去 医生让我呀 平时都 都锻炼锻炼 那也不是这么锻炼的呀 不行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你就是故意的 这是我妈给我留下来的礼物 你就是不想让这家里 还有她的东西 是不是 我看看还有没有什么 补救的办法 碧云也是好心 她要想在你回来之前 都干完了 你看 这样吧 我拿到剧团 让我们美工师傅 给粘一下 好吧 你走开 别烦我 你走开 别烦我 姐 你不用太难过了 我一会儿把这个包起来 然后买到土里边 明年就能长出一窝 新的小瓷毛来 回头呀 我给你买一个 一模一样的好 姐 一会儿呢我们要 把你的房间重新粉刷一遍 你想要什么颜色的 粉色行吗 不是 她就是想给我点颜色看看 是不是 小子长青 小子长青 柳碧云 你给我出来 你妈的照片是我娶下来的 您娶的 您就这么对我妈的 你是炊日星光 轻轻前动 我没错心跳 你是夏日微风阵阵 听到我每次祈祷 这颗心 有你的温暖才清朗 弯弯催俏 暖暖拥抱 你才是我唯一想要 只想和你 一起慢慢变老 啊 Zither Harp